大家好我是惠文 曾经有人做出这样的评论说 台湾最美的风景是人 因为台湾人真的非常的热情 也有人说 异国的旅客一下飞机 踏到台湾的土地上 立刻就会被台湾人的热情给包围 在这里你不用担心问路 没有人理你 也不用担心碰到麻烦的时候 没有人愿意帮你 相反的 当你不知道书上哪家鹅阿珍 很好吃的时候 台湾人一定会非常热情地告诉你 就是左转右转在某某街口的那一家 甚至干脆亲自带你走一趟 吃鹅阿珍还不够 另外会带你去吃蚝仪烧仙草 幸运一点的话 还有私房美食可以品尝 对外国的旅客来说 台湾最吸引人的 除了人之外 当然讲了这么多的美食 台湾的夜市也是你绝对不能错过的 国外媒体就曾经列出台湾 十件比其他国家更好的事情 其中夜市当然是榜上有名 外国的观光客来到台湾 有超过七成的人一定会来体验我们特有的夜市文化 其实夜市的历史可以追溯到隋唐时期 当时的早市和晚市 也就是菜市场和夜市呢 受到政府严格的控管 几点该营业 几点该收摊都规定的清清楚楚 到了晚唐的时候呢 长安就开始出现了夜市 最后呢一些大城市 例如洛阳 开封还有扬州这些地方呢 也渐渐出现了夜市文化 不过呢在这时期 三更也就是晚上十一点到凌晨一点的这段时间呢 所有的夜市就必须收起来不能够再营业 一直到宋朝才取消了这样的规定 其实呢不只有台湾 日本呢也有类似的夜市文化 只不过呢日本的夜市通常是跟着一些庙会 或是庆典共同举办的 一旦庆典结束 夜市也会跟着收摊 这种方式呢其实台湾也有 例如说元宵节举办的灯会 就会随着展旗出现夜市摊位 台湾的夜市呢种类实在是更多 除了呢随着庆典出现的夜市之外 因为台湾夜市的民生呢实在是太响亮了 所以呢许多地方政府 就会开始规划所谓的观光夜市 通常呢就是定点在这 哪个角落该摆什么摊位都规定的清清楚楚 另外一种呢则是跟着商圈 一起营业的商圈夜市 在学生人潮多的地方呢更是常见 不过呢最让人感到怀念的 应该就是最传统的流动夜市了 流动夜市呢其实还蛮神奇的 它的营业方式呢跟其他的夜市没什么两样 同样呢也是固定的时间跟地点 但是呢它的特色就是几乎每次来的摊贩都不太一样 可能呢你这个礼拜看到的是摄飞标的摊位 下次呢就换成了弹珠台的摊位 给人家呢更新奇的感觉 不过呢台湾夜市的魅力光我来说还不够 台湾夜市风行的程度到哪里呢 居然它有以夜市作为主题拍成的电视乡土剧跟电影呢 不过呢不管是乡土剧还是电影 共同的特色呢就是在描述 夜市里头这群小人物呢 他们努力生活的故事 乡土剧的剧情呢就是在说 一群在夜市里头一起长大的小孩 虽然呢他们的环境是一样的 都是在夜市 可是呢因为身家背景的不同 有一些可能是财大气粗的有钱人 有的可能只是靠着小摊位为生的单纯家庭 因为这些差异 让他们在未来变成截然不同的人 至于电影呢就用不同的角度去诠释 最后把重点放在当财团为了利益 透过各种手段想要抢走别人赖以为生的生活工具 也就是夜市这块土地 之前里面描述呢财团为了要追求更庞大的利益 想要把夜市的土地买下来做其他的用途 可是呢有这么多这么多的人靠着夜市吃饭 这该怎么办才好呢 这部电影呢说的就是 一群小人物该如何为自己争取生存空间 而且呢不管碰到任何的困难都永远不会放弃 最后呢因为他们的努力 果然成功的保护自己赖以为生的夜市 所以呢只要我们也保持着这一股永远不放弃的决心 相信呢也能够排除万难达成目标 现在呢我们休息一下 等等跟周周一起自助旅行 看看夜在英文里面有哪些实用的片语 千万别错过咯 你每天都要吃饭 那么多了 那你明镜需要摇讼方法 咯 那你能吃饭 你可以吃饭